我们再来看一个提土旁 也就是土字旁在左侧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叫提土旁 实际上底下这个呢 第一个它不加长了 它要变成一个提华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这底下就相当于是提 其实王字旁叫斜玉旁 一般的和玉有关系 我们说王字旁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笔华 底下是往上提的 那么我们旁边都可以加一个礼字 一个是埋 一个是文理的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形状 它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还有这个土字旁和王字旁 在底下的状态 就是一个字的底部 最简单的我们看到有尘土的尘 那么上面是一个小 那它在底部 这个横就要长 而且相对的要平 因为它是要在底下 起到一个承载的作用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王字旁 在底下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说观望的望 那么在底下 它也是比较长 而且比较平的 这是关于这个 踢土旁和斜玉旁 还有王子旁 是吧 在这个不同的部位 它呈现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有尘土的尘土的尘土 是有尘土的尘土的尘土的尘土